上集呢咱们讲到了家代啊还有当时那个刘勇他们这帮人在大连部出事了嘛 然后一个电话找到了谁找到了徐老五让老五这边来说话 本打算老五过来能轻松的把这件事给解决 五个也确实来了也跟徐上连也说了 说这个家代也好啊我一个哥哥 五包也是他们这帮的 给对面那个说徐大伟啊给打了这件事 我们也挺抱歉的大哥你咱们能看我面呢 那么这件事咱们息事的人就把这事咱就走过去 但是长连大哥不乐意啊 长连大哥讲话的你只能保一个你想全保那不现实 老五给你最大面子也就这样了 老五的皮一上来两人酱酱酱酱的而且说那话吧也不太好听 直接给谁给当时徐长连就给甩脸了 短头就把家代他们几个就带走了 你愿意就不打整打整 但是你这么一走徐长连之后就开始找人 直接找百个大哥他们直接找当时对对 直接过来到哪个酒店里边就把徐老五怼到酒店屋里边 上前面徐老五一吵啥意思 你带人你还打我不行啊 咱们自己一家人你打我 说句不好听的 你打我你下来叙手吗 再一个他们这帮小子谁敢碰我一下呢 你碰我你不扎面吧 你自己不颠颠了 指着当时那边那个谁啊 当时百根认识啊 说百根你来你碰我 你还跟那个长连大哥你过来无法上枪呢 往那边瞅眼 徐长连讲话 今天这个屋里边我谁都不动 徐老五我就那么动你 我就要打你这张嘴 你不觉得你能行吗 你可大连那边一嘴又你办事 办别人行 你办我不好使 揍他 往这一说揍 百根给这一愣 老五讲话 吹牛逼你来你碰我先吧 往这边一等 老五也是有点一横借 说句实话 老五讲话就你自己家的事 啊 百根他讲我往前上 你说我打 这边 你给我揍他 出事我担着 有这话 当时百根往前来 说五个 不好意思了啊 说那个大哥既然这么说话了 你就别怨弟弟了 有什么事你找大哥去 上去哭哭两拳头 这个给谁 给当时徐老五 八八就给走倒了 你说一走倒 徐老五往前这一根的 加在他们往前一来 这帮兄弟哭啦一帮人 自己直接加在他们这个 把身上的那个六加四全都掏出来了 八八一边 别动 别动 三十多个人呢 人生带家伙事过来的 不动你们就不错了 你们还想晚上 带个往前草莓呀 哥们 说那个 哎 说兄弟 有啥事不行 咱们慢慢逃啊 你哥俩 在这边你说这么一整 这也不太像话呀 说我家带的事不行 你找我家带行不行 旁边 一指控当时家带 说你是个啥呀 你可那边叫要哗哗哗的 走他 直接给家带一咬八踹那了 徐老五 抱我 抱我找 行 徐上林 你走我徐老五 你真不知道我这几天跟北京是怎么混的 你真不知道我跟北京这个关系有多大 你说 掐我一下 掐我一下 你说碰我一下 碰我一下 今天谁碰我哥俩的 谁在猫呢 跟这瞅一眼 你还跟这降乎呢 我看你到底多硬 走走 打得要嘴 那家伙 摆个一上来 我 你说都这个节目眼的 是不是 你就别跟这炸炸糊糊的 还尬 还有意义吗 你非得说你自己家兄弟有啥话 你就低个头就不行 你非得这么硬 非得这么硬 白根 你也废了 我 啪 撐一下子 直接走到徐老五脸上 给徐老五八走那边了 直接白根把那个胶皮裤子 穿的鞋 把给脱了 我废了 行 打你一下也是打 打你两下也是打 今天我看看我白根是怎么废的 咬了嘴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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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五个打 啪 啪 一顿就打嘴 别的地方都没打 给五个嘴打的呀 灰阿露死的呀 打的这个逼迫吊散的 打的嘴那种子都那么老高 五个给那边瞪眼就吵着 直接一吐嘴 大家哐哐几下子 打的十下子 给五个自己走那边 说话都费点劲 带个也让楚地了 这边胡话没敢吱声 这边当时那个沈阳的刘勇 也没敢叫 谁敢叫 你们行 家带四口城人大哥硬 对吧 徐老五行 人自己家随便整 那你说咱俩 这小发散 和那边一掌 不得就给咱俩干费的 打完徐老五 徐上帘讲话 你这么的啊 你不说你北京人 牛逼硬吗 你让他来打脸 让我见一见 你徐老五第二年 跟北京混的到底是什么圈呢 让我也见一见 你到底有多牛逼 好吧 你竟然说牛逼吗 对不对 我也想见一见 别提别天天 跟我面前 说我马上前 给他吹牛逼 我看看 他真章的时候 到底是谁硬 我这说的话 直接一吵 那个白哥 哎哥 行了 别打算了 也不能说 给他找坏了 是怎么样的 走 往那边一说 走 往那边徐老五 你别走 你别走 刚说 我不走 白哥两个不走咋的 给你带走啊 徐老五吵了一眼 跟那边你还不服 就你徐老五 别说你 我给你哥打的话 现在 你现在跟我五马上枪的 爸爸一电话 我看你哥敢不敢说话 一个电话 给徐老五的大哥 给元哥 大元哥打电话 一个电话 直接走到网话店了 大哥这边拿电话 一吵 徐上林 哎 上林啊 大哥 那个 我跟你说个事 我怕你那个啥 你别那个生气行吧 咋的呢 说那个 你家的老五啊 跟我干起来了 我让白哥过来 给他揍了 啊 老五回大脸了 他不搁北京的吗 回来了 给人家办事啊 跟我在我面前 给我装逼大瞎的 说话 成绩不难听了 我这脾气 你也知道 我这一上劲 我就找白哥过来了 把当面 他给他叫号 我就行呢 那我就给他点教训吧 我就给他给揉了 说那个大哥 你看那个 不能生气啥的吧 哎呀 说那个 长连啊 说你给老五打了 就打了 说你咱们 看大哥面子 你别给那个老五打坏了 就行 行吧 那个长连 那倒没有 咱有啥说啥 咱说的都是自己家人 跟外边人 强八十 跟那边 什么喝完 我就给他点教训 我就打他嘴 完了 别的事 没有了 大哥 至于啥 你今天不有点数就行 行行行 没事没事 那个自家事 好着好着 完了你该帮帮你的 老五我训 我收他 我训他 哎 好了大哥 巴拉一挂 往那边一挂 你看他们那边吵 你哥都不好使 跟我说话都得嘀嘀吊吊 你跟我死吧 有事咱就找我 我就给大连不走 啊 我看你老五多大能呢 走吧 往那边一挣 加了他们几个 跟这一吵 有灵感之声 老五瞪眼吵不吵不吵 电话 人家大连 人家元哥直接就给谁 给老五就走过来了 那是徐老五自己亲哥 而且老徐 人家徐大远说话是好使的 老五他们都怕当时 他这个大哥 拿电话一吵 哎 哥 你想咋的 啊 要么就不回那个大连 不回那个辽宁 回来就惹事 你惹事就惹事 你跟那个谁 徐大连还长到一起去了 你放了 这咋我 他咋我不打死你呢 还打你 跟两天八 跟外边混他吗 两天八 觉得自己行了 该给我裹过来 那我白挨动啊 他就打我就白打了 你还想咋的 你还要打我呢 他是啥人 咱们是啥关系 雨水之枪 谁也离不开谁 那我问你 让他知道 知道我徐老五 是啥张声吧 我也让他知道 知道我徐老五 是啥座位吧 我也得不能让他 小瞧我了吧 大哥 哥 哥 这事不用你晚了 我必须给他交个小号 你干啥呀 我说话都不听了 你是不是不想回这个家了 哥 你放心 我心里面有数 我处理这事 你放心 我稳稳在找的 哦大哥 行了 你待着吧 这事就不用你小心了 我咋的也不能跟他的感情整个整裂了 但是我必须要知道 他得扶我去捞我 好了大哥 帮他一块 小大友 我啊 你给那个宝哥 成哥打电话 我这说话也非点力 哦 你要这俩大哥来到那个大连 你告诉他 咱俩爱做了 让他过来 咱们咋的 让他知道 咱到底有多猛 戴个一头 打电话 打电话 现在就打 行 加带拿电话 88一个电话 直接打给哪 直接打给北京了 你说电话打到北京 这不当时那个 成哥和宝哥他俩在一起吗 给成哥打的 成哥接的 哎 咋的那个 成哥 说那个啥 我跟那个五哥 在这个大连那边 不办点事吗 我知道吧 老五不去给你解决去了吗 说那个 解决的不算太好 你净扯淡 徐老五到那边 解决事还解决不了吗 他解决事背负的 他到那边 露个面 报个号都好使 这回他妈悬了 徐老五五个 都让人给揍了 嘴给打的 袜子袜子的 一辣的一辣的 我那边 让人给干倒了 人家这边 老五让我 给大家发啥意思呢 说想要你们来 那个大连 帮老五撑个腰 对面好像挺牛逼 我们几个没得明白 你们爱揍了 爱揍了 卧槽 我就说不行 咱就一起回去 他老说 他他妈牛逼 完了吗 这回他不踢钢马上了吗 谁打的 一个叫徐昌林的 他自己家哥哥 好像比徐老五要近 那也不行啊 你近不近的 那是我弟弟 你近不近的 你等我人 那开玩笑的 你到不来 我马上过去 我到大连 我到大连 击合 揍他 行 那个 诚哥 你来了吧 咱们想办法 这样摟到 好了 走了吧 八大一挂 八大 八大一挂 咱俩得上上大连 你弟弟徐老五在这出事了 咱得到那边 得给徐老五解决这个问题 八大一挞 那就走吧 说真有人感动徐老五 真有人 咱到那边看看谁 多牛逼的手的 两个人 直接打的当时在哪 打的当时在北京 这不就夸夸 往大连来吗 带着兄弟们 等他俩到了大连 你看看这个事 得怎么解决 预知下集如何 请观众老弟 下集啊 嘎嘎精彩